中国发生变化 像俄国那样 不费美国的一兵一枪一弹 和平转变 变成民主国家 他认为时间是站在民主自由这一点 确实是这样 中国现在也在变化 每一天的变化朝向的不是专制 而是自由的空间在扩大 人民在争取这个空间 说美国希望保持这个现状 所以他会 有一些台湾朋友说 这美国怎么就不支持我们独立呢 我说美国从他自身角 自身利益 他也不会公开说 另外美国不是铁板一块 美国是很多层次的 美国总统不公开说 美国有国会 国会有台湾连线 台湾连线有几十名的议员 支持台湾 多次提出议案 要承认一中一台 中国台湾跟现在在监狱的 前总统陈世贤先生 一模一样的这个理念 台湾中国一边一边 美国有多次议员这样提案 因为这是现实 事实就是一边一国 根本不是他的一个省 更不是他一部分 而且马英九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中华民国版图中的一部分 也是谎言 两岸一谎 不是两岸一中 说一个谎言 是不是 因为你马英九说 那个还是我们自由地区 哪来自由地区 那自由地区逃过来的民运人士 道应在不给政治庇护 道应在没有身份 他们不断在总统府门前抗议 你不是自由地区的国民来的 你个欢迎啊 马先生入籍啊 没地方住 搬到我们台中来啊 他不做呀 说不定是谎言吗 那共产党说台湾市的一个省 更是谎言了 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 从来没有一天 一小时 一分钟 管辖统治过台湾了 怎么能是你的一部分呢 台湾根本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台湾从根本上来说 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你成立的时候 下辖三十五个省 没有台湾呢 对不对 到那个孙中山去世的时候 1924年 那没有台湾呢 台湾在日本人 也不属于你的中华民国 说严格说台湾 为什么这个 旧金山合约 没有说台湾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没有说台湾给中华民国 那不是疏忽 那么多戴眼镜的人 研究了那么半年 写那个 那个合约 不是疏忽 是有益啊 有益干什么 有益地留给在座的各位 台湾人民 台湾就是属于台湾 说美国 美国更多的戴眼镜的人 美国更多的学者 看了这个事实了吗 说美国更多的声音国会 还有美国的 这个媒体啊 华尔街日报啊 还是这个 华盛顿优报啊 纽约时报 洛杉矶 美国还有媒体呢 更加看这个事实嘛 还有美国大众嘛 美国大众的话 哪里是好 这美国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现在对中国的观感 越来越 越糟糕 日本达到对中国 这个观感不好 达到百分之七成以上 而越来越高 在美国也超过百分之五十 认为中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威胁 就剩下这么一个 共产国家 还用暴力 还用这个 这个清算统治的嘛 说今天美国 无论是国会 媒体 智库 人里 都能知道 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台湾这个现实 说美国自由世界 站在台湾后面 所以这个 大家要充满信心 第二个 台湾内部 我对台湾还是乐观 台湾的前提 马云就上台了 在台湾认同自己 是中国人的上升了吗 没有啊 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 下降了吗 没有啊 事实是还在上升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我看到台湾的这个研考会啊 还是有关大学的民调机构 做了一些民调 2008 2009 今年 包括2007 四年的民调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 2007年 是百分之 这个六十三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接近三分之二啊 绝对过了半数啊 2008年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升到百分之六十七 2009年 降到百分之六十五 那么今年 9月19号 天下杂志 做的民调 而TVBS还是天下最后 没太记得 就是做了民调 认为自己台湾人多少 百分之六十八 四年的比例啊 六十三 六十七 六十五 六十八 也就是马英雄上台之后 两千三百万这里居住的人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 没有下降 反而上升 六十八 朋友们超过三十二 六十八 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多少呢 百分之十八 认为自己像廉战说 他是这个pure Chinese 纯种中国人多少呢 百分之四 说在中国 在台湾 纯种越来越少 这样一个比例啊 那刚才我讲了 支持这个台独 主张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和主张保持现状的 两项加起来 达到百分之七十七啊 绝对的多数啊 完全超过三分之二 说这些数字 标志到台湾的方向 虽然马英就上台了 虽然国民长动用他的宣传服机器 还继续想洗脑 还继续想欺骗台湾人民 但是没有被骗住 认同自己台湾人越来越多 包括那些高级外省人 自视高级外省人的郭冠英们 他们到了中国 欢迎他吗 你们知道那些高级外省人到了中国 他不敢他说他是中国人 因为什么 他是假中国人 见了真的中国人 他不好意思说他是真中国人 但是他又不愿意说他是台湾人 你猜他们怎么说 我是湖南人 我是山东人 在中国那个经历 他到中国去的次数越多 越教育他 你要珍惜台湾这片图 包括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文化局长 文化人姓龙 龙英台 自视是龙的传人 很蓝 他最近都在转变呢 朋友们 他最近到北京大学演讲 演讲什么 他说我讲讲我的心路历程 本来那个北京大学请他去 演讲的标题可不是国家主权 让他讲这个中国梦 让他给中国人在洗脑 喊这个中国梦 结果他讲了什么 他说我要讲我的心理的一个改变 从大中国梦到小台湾梦的转变 把中国那个北大的学生听的是乌顿口干 本来要他讲龙的传人 讲龙的伟大 讲中国的伟大 结果他讲了一个还挺实在的 是我看过龙英台最好的一篇演讲 跟他过去比 最少大中国主义者 最开始走向一些具体实际的一篇演讲 他讲我当年就是大中国 我到美国去了 见了一个湖南人 龙英台是湖南人 人家那个人用湖南话说 我是湖南人 龙英台说不出话了 他想说我也是湖南人 他说突然脑子一转 人家是真湖南人 我不会说湖南话 我也不是在湖南出生 也不是喝到湖南的水 吃到湖南的米长当 我怎么好意思在人面前说我是湖南人 他只能说我是从台湾来的 他就说出来 说他一路的转变 在台湾这个生活 你注目的在想到 感觉我还是应该热爱这片土地 这是我们这片土地 我们应该决定这片土地的未来 说他开始有了一部分的 个人权利的意识 个人权利的这个概念和价格 我们是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有权利 决定我们自己的前途 而不应该交给13亿中国人 不应该交给胡锦涛 不应该交给共产党甚至国民党来决定 你看连龙硬财都要改变 其他人还会改变 说这个台湾人意识在上升 大家要充满信息 所以外部的情况有利于台湾 为什么 自由的力量在扩大 专制的力量在萎缩 中国在发生变化 中国人的维权声音越来越大 包括这次为什么挪威 要把诺贝尔和平奖 搬给一个中国人 这是历史以来第一次给一个中国人 原来给过达拉喇嘛 达拉喇嘛不是中国人 人是体败土 印这个西藏人 中国人自己不要脸 硬说达拉喇是我们中国人 那个讲说我们的 不是的 人是西藏人 那第一次给了一个中国公民 为什么 要支持中国的人权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全世界的媒体都叫好啊 为什么 全世界媒体都讨厌死中国了 这个霸道 这个霸权 包括我们台湾的台湾一个体育选手 不知道中国背后搞什么鬼 就硬要取消他的比赛资格 他什么失格 失格等于是作弊的意思 对不对 你这样把孩子欺负到一个只哭哭了一个夜晚 做这些压霸的事情 霸权的事情 等于交易了全世界 交易全世界做什么 要团结起来 对抗这个霸权 对抗这个霸权 这个信号传进到台湾 台湾人要团结起来 对抗国共两党 这个霸权 要有勇气来对抗 最后结束 我想说 还是想说一句话 开头我想说 羡慕你 你们手里有张选票 可以选 无数的中国人 我在美国之音做电视节目 是直接靠印记 我讲完 他们打电话过来 差不多好的时候 四分之一 那个打电话进来的中国大陆的民众 赞同我的台湾观点 四分之一朋友们 那台湾就台湾 哪会在台湾的外汇 两千多亿 能封给我们吗 还是胡锦涛 他们儿子拿去了 都问什么好多 而且打台湾 股票下跌 我们都买了股票了 他们根本不管台湾 什么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就管 那股票是不是我的一部分 全都盯着股票 我的同学 跟我有联络 联系 根本不问我 你是不是去了台中 见面见到那个 陈万德宗社社长 见面见到我们台中市议员 帮我们借的这个 会议厅的陈议员 是不是台湾还要把 蔡明峰到台湾呢 你做什么演讲 没人关心这个 他关心什么 美国的股市怎么样 美国换了联组会主席会怎么样 欧巴马是不是会当一届 如果欧巴马的这个医疗保险失败了 美国股市会怎么样 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是息息相关 都买股票 连我妈妈都快八十岁了还买股票 我在说老人家一个变买股票又跌的时候 承受不了 都买股票 中国那个员工中午吃饭 全都眼睛往上边 上边不是胡锦涛的画像 是那个股票电子版 所以这个中国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中国人无数人都羡慕台湾 今天尤其有了电脑网络 像台湾海外网 一天几万人 有时候多的时候达到近十万人看 现在马尼有多少万人了蔡英 2500万 超过台湾人口在看到他的网络 今天网络时代 我在台湾海外网还有个电视节目 叫长青论坛 我每星期做一次 我在美国还有言论自由 通分的言论自由 美国的法律保护我 所以我敢批评台湾的马 批评美国的马 两马是一马都来批评 包括我在电视节目 连组了四期来质疑 马英九和他最亲密的伙伴 金普聪是不是同情恋 我连组了四期 我在我的网络上 做了几期痛骂台湾的所谓大师 李敖 我在我的网络最近还做了两期 痛骂台湾 那个有一个非常不要脸的人 就叫陈文倩 通知这些撒谎者 他们给台湾人洗脑 他们倾斜中国 为充分的言论自由 说美国就有这样一个好处 今天网络时代 我这个节目马上可以放到YouTube YouTube中国人很多人看 我收到很多来自中国的来信 通过我的文章 我的演讲 我的网络上的电视评论 来了解台湾的情况 了解台湾的情况 说今天网络的时代 就是信息流通的时代 信息流通的时代 就是专制的城墙被冲垮的时代 所以大家要充满信心 台湾一定会属于台湾人民 台湾一定最后是以台湾的名字 成为自己的国号 以台湾的名字 加入联合国 充满信心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